大家好欢迎光临中正评测这期开枪的是红基的传奇热龙4500U开枪这个机器的意义在于可以管馈马上即将上市的各种的4500U4600U4800U 机器呢我是京东买来的价格是34998G内存512固态4500U京东的页面上写的色域是其他其他那就注定是低色域屏了送了一个鼠标 大家买电脑的页面上面不注明是高色域屏就注定是低色域屏高色域屏的厂家会大出特殊和业内的朋友聊天的时候 说红基是最快的可以一个半月出产品4500U呢可以认为是台式机3500X的弱化版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上期天选呢做个压力测试的模拟但是没有跑游戏这期我们看一看开箱前的广告一下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和我们的网店我们公众号的被仿冒大家千万注意用YZZZDN搜我们我们经常会开车一些笔记本和DIY台式机目前正在开车的有一个2899的组装机马上下面还会有一个4000元档的组装机 这是机器的包装箱这里有原封的封口底面也有 里面还有一层盒子这还有一个原封的封口这边是他的产品的各种信息序列号尾号是93400 顿身好感很轻巧 而且这个logo也很好看 A面的颜色也很好看地面呢那也很讨喜 这是脚电的高度不算太高有一共有四个这边是扬声器吧 应该是这边是进封口出封口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左侧的接口呢电源Type-C HTMI USB3.0 你们仔细看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啊 他这个原心是不对的 右侧的是锁孔USB A这耳机耳麦口正面的有一个抠手的凹槽电源适配器 现场大约是2米7 远口65瓦太大电子电源适配器240克机器很轻1220克 还能不能单手开合不行 雾面屏三面窄边框底下的一纸半的宽度可以180度开合 键盘的手感正常触摸板手感也不错 比较松这边是指纹这边是电源电源键的和其他件是一样的按压的力度 他整个C壳和D壳应该都是金属的主力感的还好 抖一抖呢也会下去不擦电的是没法开机的这个电源线很软很细 很久没碰到像这种电源线了擦电在开机 可以了 能不能看得出来这个屏在闪烁键盘的背光是白色应该看得出来吧 这是默认的壁纸还不错自带的杂七杂八的东西我都卸载了硬盘的分区 简单粗暴就直接平分了两个这六个框框全都是物理核心 这是好评的地方和弦也是分了512兆也是好评的地方差评的地方来了 你看这个字能看得清吗 内存是双通道的3200版载BIOS版本的官网没有更新的 是LG的14英寸的低色域屏 这是一个NVME协议的固态硬盘 但不确定是哪一家的网卡是英特尔的X200都挺好的带宽非常赞 40G但延迟太糟糕了 这个带宽啊对于核显意义非常大缓存的速度也很好 这些截图呢都会放在公众号里 大家可以到公众号来看公众号名称的是中正电脑 不是中正评测 更不是中正测评这种假的鲁塔斯跑分非常好看 168000分CPU的8万分差不多约等于台式机的i5的9400F了 核显的跑分也很高 43000分差不多约等于台式机的GTX750不到一点 这个跑分意义不大 还是要看游戏的实测 它是150的显示比例 下面的按钮我都按不到了 我改成了124好很多了 这里显示的CPU功耗有可能是不对的 现在是30瓦3.7G很好 后面开始降频到3.0G18瓦跑分很好 分别是811分和14640分硬盘的跑分还不错 撕开和延迟也很好 跑100G的混合模式 注意这时候是飞行模式是不联网的 跑完了还不错了 在40G以后是在500多兆的样子 要致歉一下 我自己用的就是格式工厂去剪片了 也只会用格式工厂 一直用同样的软件同样的设置是有可比性 这里呢 只起一个横向的对比的参考也请大家多多包涵 先是完全用CPU去剪 开始的一瞬间的30瓦3.7G6070度到5%的时候降频到3.3G25瓦87度 20%的时候降频到3.0G18瓦 并且今天的环境温度是比较低的19度94了 一直可以保持到3.0G左右18瓦69度 总共用是5分36秒 也就是336秒排在我们用这种方法比较的机器的第九名 仅仅比华硕的标压的I7慢了四秒钟 干掉了所有的I5也包括神舟的I5的9400 这是一个台式机的6核CPU 封鸟这套模具是轻拨本并且不是性能犯的机器 而且它只是一个4500有不是4600也不是4600H也不是4800 整个过程中温度控制也还不错 在这种机器上能有这种性能的表现还是蛮颠覆的 新版的格式工厂支持了MD核显的加速高选的GPU加速 再来一次显卡是有占用率的GPU加速以后是110秒 虽然比英特尔的核显比N卡要差 但是比以前没有要强太多了 我不放心又再跑了一次 这次是5分33秒也就是333秒 这个成绩确实有点颠覆跑完了CPU是3669分显卡是860分 CPU比上一代的3550H也就是四核八线程的CPU要提高了20% 显卡的提升微乎其微 待会看一下游戏的实测 让他自己跑30轮最大值825最小值是763差值是61 那真实的水平的就在后面700多770几 那也可以认为他这个散热还是不错的 CPU单烤一分钟不到降频的两点八级18瓦67度 这个频率够意思了两点八G67度18瓦擦线板上现在是28瓦 核显式P314.016倍速 我猜想硬盘有可能也支持P314.0 昨天天选烤机实施一季的频率 它是零点七就算零点七也比上一代零点二零点三的频率好的多得多 擦线板上只多了三瓦 我猜想这个机器待机会很好了 再看一下双烤是MD的反应 我现在点一下截图 我已经点过了 现在才出来 慢慢的出来噪音现在双烤是44.4分贝 CPU65度2.41G18瓦显卡一直保持到零点七G左右 我把CPU停下来显卡立马达到了1.5G 这是双烤时机身的发热 我用相机直接拍屏主要是工作效率高 相对效果会比较差一点 不好意思了 其实看得出来啊 这个真数要比上一代的产品还是要强不少的 忘了说画质了画质是最高 顶上一排的显示啊 这是真数这CPU占用这CPU的频率 这是显卡的占用 CPU和显卡的温度显示是错误的 频率呢 显卡是1.5G 显存占用 内存占用 显卡的频率是1.5G 但有时候会降到400兆去 真数呢 做一个参考 大致就这样了 在100帧左右 猴子死了以后叫的真残 绝地求生的内存和显存肯定是不够的 我就不跑了 我设的是高画质 那看来有点不合适 这处很低 只有三四十帧 现在设成中画质了 在50帧左右 中画质很流畅 在50帧到70帧之间 CPU的频率从1.5G到2.7G之间都有 显卡的频率在1.2G到1.5G之间 MX350肯定是好很多的 可以高画质流畅 但他作为一个核显来说的话 已经很好了 关键是确确实实是不卡顿 非常强 远超过我的预期 再试一下守望先锋吧 画质设置呢是高训练模式 七十帧 七十一帧感觉能玩呀 这是高画质七十帧 应该是没问题的 这个游戏的逻辑 完全搞不清楚 CPU频率呢 在1.4G到2G左右 显卡的频率呢 是1.3G到1.5G之间 我好像莫名其妙的打死了很多人 听下扬声器的效果 很正常 说不上好坏 摄像头的效果还蛮好的 拆机看一下机身内部 拌场局还不错 50瓦时的电池 两边是扬声器 这个下面是内存 这是无线网卡 一根单热管 折弯过来 这是单风扇这套散热啊 明显宏击对4500U的发热量 还是很有信心的 固态硬盘在这里是一个海力士的 这个内部呢 看的还是比较舒服的小清新加规整 我现在在做一些正常的操作 就拷费文件之类的操作 电池呢放电在6瓦左右 我截了图可能看不清了 那就意味着这个电池能用8个小时左右 我的这个CPU这个核显的表现 已经无话可说了 整体上的表现远远超过我的预期 要知道这个机器的前身都是弱弱的 里面也看到了是很磊弱的散热的模组 都有这种性能 下面会有散热给力的4600U的产品 确实非常强 我以为这一代的MD还是继续PPT 更多的夸赞是给MD的 对于这个机器是有明显潮点的 低色语屏在这个价位其实不算问题 使用感受上来说这个键盘的背光 建议你们关掉 太讨厌了 它是浅色的这个键盘 加上白色的背光你根本就看不见字了 基于MD的这种性能表现 我对英特尔的二号的新品 已经毫无兴趣了 CPU的表现超过了所有的笔记本i5 以台式级的3500X差了大约230% 这样可以大致的反推出来4600U和4800U的性能 只要价格合理 非常值得我们期待 并且明显对散热的压力并不大 那各家都能轻易的做出好产品来 华硕和风机都没有做MD新品的高溢价 这对各个笔记本厂家来说都是一场腥风血雨 但对用户来说都是好事 我对MD新品是谨慎乐观的 现在来看非常乐观 他还有一个16G内存的版本3999 这个价格就有点高了 除非是同时换了一个高色域的屏 再次感叹一下 不管是轻薄本还是游戏本 今年都要被MD重新格局了 联想的R7000是基于MD的 会等到5月15号左右 戴尔G5马上会有一个MD的新款 最后是开箱机的折价 这个接线的原价是3499 我们减300块钱吧3199 不介意被我们开箱过使用过 可以在淘宝的首页 搜中正评测官方店可以找到我们 里面有雨灰雪的链接就在里面 要特别拜托大家想好了再买 不要买了以后再退 你在买和退这个期间 我们会拒绝很多人 数据的汇总和文字的内容 都会在公众号里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公众号可以搜YZZDN 可以找到我们 也可以搜中正电脑 中正评测和中正测评 都被别人注册了和我们无关 大家想让我们开箱什么机器 可以在公众号的文章后面留言给我 所有平台私信我都不会看 第一是没时间 第二看到会有内疚感 包括公众号的私信我也不会看 只有在文章后面留言会看 并且会回